上一节 从单边这 它沉式单边和羊式单边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看几个匀手 它有很多重复的动作 第一个匀手 它身体没有直立起来 它有一个腿部的弧度 两个 三个 它第四个的时候 它就是单边 高探马 这个呢 这么高就可以了 高探马 收脚 十字手 上部啊 它有右蹲腿 这个蹲腿啊 它是到这儿是手和身体一起起来 这个膝盖用力提 蹲 收 双风贯耳 注意不要抬走了 扣脚 左蹲腿 收脚 左手在外 提 蹲 收 下四 起来 起来 注意这个手 提膝 金肌独立 右下四 啊 注意这个脚转换过来 好 起 起 啊 落 啊 左右传说的一个动作 好 后座 再抱球 根部 根部 啊 这个海底针 是从这儿 直擦下去 起来 好 转身 注意 斑斓锤 好 上部 啊 如风刺臂 扣脚 十字手 收脚 不要站直了 慢慢的手落 站直 变脚 好 当我们做这些 大家会看起来 哎 为什么啊 我练的 别人练的 为什么不太一样 动作一样 但是呢 它所练出来的风格 也就是你对拳的理解不一样之后 然后你会发现动作的感觉 它会有些偏差 那么作为我们席练者来讲呢 首先动作要记熟 要记住 它都有个规律 第二个呢 是把八种的这种技法呀 用对 要知道 还有呢 就是在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啊 保持一个基础的练习 尽量别犯一些 比如说脱步 脚到手没到 等等 还有一些身体不够中正 各种歪斜 还有各种的起伏 这样的一些错误性的动作 我认为就可以经常的练习 到了后面 练习到更高的阶段 你会发现 在你不断练习的时候 细 就是我们的呼吸 它还是非常的 绵细 匀 但是呢 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效果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会发现 练完了之后 你的额头身上都会出满了汗 但是呢 你的心脏不会有太大压力 为什么呀 没有这种 非常的 加快的这种喘气 或者说加速心跳 所以说我们称为 这种属于这种慢性的健身气功系列 用太极拳 所以说 它既不会对我们的心脏 造成太大的这种负荷压力 也起到了一个我们四肢 肌肉等等的一些 强化练习 所以说它才有这样好的健身功效 也非常的安全 不会因为有特别多的一些动作 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所以说我呼吁更多的人 来参与练习 掌握正确的方法 嗯 好